老板 给来一个广味鸡蛋炒饭 好 现在加的是鸡蛋 好 广味就是香肠 这么一份是多少钱 十二 我们是在重庆 大家听到了老板重庆标准的川普 好 加上一点辣椒和豆干 要加两种豆干 一个豆皮 一个豆干 广味就是指的这个 现在已经淹起了这个烟火 加上土豆丝 哇塞 这是做炒饭吗 再加上杏鲍菇 再加上金针菇 乖乖 这个炒饭是我见过 光这一盘菜你们说得值多少钱 老板待会儿米饭是白送的 就等于说是给你炒个菜 然后给你送一盘米饭 这个就是它灵魂的关键 好嘞 看老板再来上点什么 还得再来上点打白菜 已经六种菜了 再来上一点辣椒酱 再来上一点这个 这是两种辣椒 四川的皮鲜豆瓣 哦 加着一点皮鲜豆瓣 加着一点剁椒 是这样的 老板的表情非常的凝动 一直不停的在看其他的小照 这就证明他下一个要看什么 就像选妃一样 选中了就下锅 好 米饭 这用的是什么米 孙加三 没听 不重要 孙加 你孙那个孙 哦 孙加的米 孙加大米 哦 孙加大米 哦 我以后我姓王 一定要出口王加大米 这个才是关键 好了 米饭不够 老板再给来一点 老板够吃了 不用那么多 哦呦 你看这一锅12块钱 这样一份炒饭 来上一点小鸡精 漂亮 来上一点小盐巴 主要是针对学生 主要针对学生量大 要让他们吃饱 你看老板多好 炒给大学生吃 这边是大学生 中学生 小学生 还是幼儿园 大学生 哦 大学生 吃的多哈 他们得长身体 学习比较用脑 再来上一把葱花 漂亮 完美 哎呀 这小感觉你们就说吧 好了 最后再来上一点酱油 翻一翻 抖一抖 炒一炒 这个还是关键 好嘞 出锅 完美 就是这样的小感觉 哎呀 漂亮 哦 这一盒子都有点成不了 还得往里边压一压 嗯 漂亮 广辈儿 鸡蛋炒饭 只要是二块钱 完美 给这个帅气的男人一个镜头 再加点泡菜 哦 再给加点泡菜 嗯 完美 漂亮 好 谢谢 原来炒蛋炒饭里边要夹这么多蔬菜 哇 这口水直流啊 就被这碗蛋炒饭馋的 哎呀 它的米用的是 好的米 赵家的米 王家的不行 王家的不行 关键是隔夜米 耿啾啾的 内地分明 就是蛋炒饭一点不油腻 很清爽 里边很多种蔬菜 然后又有辣味的成 辣肠的香味 整体很不错